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饥荒 而这个时候呢 他把他的儿子派到埃及那里去买粮食回来 对雅各来讲 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因为饥荒嘛 没有想到孩子们回来以后说 要把最小的这个弟弟也带去 否则以后再也不卖粮食给他们了 现在饥荒越来越大 必须再去埃及 他面对一个很深的生命当中的疼痛 就是他要把这个他宝贝的小儿子 跟他那十个不太可信任的哥哥们 一起让他们去埃及 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生命的经历 十几年前 他那个当时最宝贝的儿子约瑟 就是这样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现在约瑟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变亚敏了 他又要跟着哥哥们出去 会不会像当年一样 也是再也回不来了 他的心里面非常痛 所以他有很多的挣扎 而在那个挣扎的过程当中 他不得不下定一个决心 他是这样说 他说我若上了儿子 就是这个儿子出去以后 就像他的哥哥约瑟一样 再也没有回来 就丧了吧 你知道一个对父亲的人说 去吧 死就死吧 那是多大的一个心中的伤痛 而他面对这样深的一个绝望 去吧 这一次去 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而他在面对一个绝路的时候 他说了这一段话 我给你 我念给你听 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 那个人就是埃及的宰相 其实他不知道 那个决定生死的那个那人 竟然是他最爱的约瑟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有一个人 这一次把变阿米带去之后 将来的情况 根本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愿全能的神 在你们那个人的面前 能够蒙怜悯 使你们在那个人面前 可以蒙怜悯 释放你们的弟兄和便苗敏 你们可以一起平安的回来 他说全能的神 因为我相信此刻 他深深的感觉 我这个做爸爸的人 我好想守护我的孩子 可是无能为力 十多年前 我想守护我的孩子 约瑟失败了 此刻我也觉得 我毫无力量 能力可以守护 我现在这个小儿子 你也是一个为父为母的人吗 你此刻心中最深沉的 那个负担 就是要守护你的孩子吗 你也感受到 雅各当时的那种 无能为力吗 但愿那个对自己的 无能为力 能够像雅各一样 把人逼到神的面前说 全能的神啊 我无能为力 求你接管 这会不会是你此刻的祷告呢 我无能为力 但是全能的神 求你帮助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